謝謝主席 白安主席有請張部長 王委員好 張部長你好 我今天可能就會延續著這個禮拜 在針對於主計總處質詢的內容 不過我不會再複數 我可能前面就是秀一些研究結果的圖表 給張部長做參考 主要還是會回到我們上一次 上一次在這邊跟張部長碰面的時候 所處理有關於遺產稅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按照把所有的家務所的 把它分成了五等份以後 百分之二十所可以清楚看得出來 我這禮拜在質詢財政部的主計總處的時候 主要是跟他們說 現在我們主要在研究有關於貧富差距的問題的時候 雖然傳統上面過去比較 就國際在用的標準 都還是用五等份 但是這個五等份啊 它會埋藏很多真相在裡面 譬如說 你從2000年到目前為止 你看得到的 它的係數大概都是在六上下左右啊 跳動 那當然貴部今天在書面報告當中 做得稍微細一點 然後想要去論證說 我們的貧富差距事實上是有改善的 但是部長你如果看啊 我們如果採取二十等份位數的話 就用前百分之五跟後百分之五 可以清楚的看到一個pattern 這個pattern是 你用五等份完全看不出來的 也就是我們的貧富差距 不斷的持續的在惡化當中 持續的在惡化當中 那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啊 Piccetti來台灣的時候 他是以台灣 他是以在國際上面啊 研究啊 所謂富人的所得分配不均 當作著稱的 那現在國際上面啊 的研究 除了我剛剛所講的五等份位數以外 他把富人top income的share 事實上在台灣的data裡面啊 我要特別稱許啊 財政部 你們在進行一個 一個資訊中心啊 在建置上面啊 把這些data 建置得非常的完善啊 那讓國內頂尖的經濟學者 包括租金醫院士 包括胡勝正老師 他們有機會 把我們台灣的data也併到的 這一個世界top income 的database當中 那對於貴步啊 在這個方面啊 努力 我願意給予相當高的肯定 那只不過說 我會建議說啊 貴步這種 這麼重要資料庫的資訊喔 實在不適合說 只存在在英語的世界當中 讓外國人才可以看得到 在我們國家的報告當中 在討論貧富差距的時候 如果我們可以秀出像這樣子top ten 的圖 像這樣子 top five的圖 我覺得會對於啊 我們很多的人民以及政府 在制定政策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更清楚的基準啊 跟指標 那否則用太粗的太... 用太粗的分類去粉飾太平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對症下藥 那我今天啊 現在看的啊 這個圖啊 一樣 是透過啊 你們的財稅資料中心裡面 然後匯到 現在 World Top Income的 database當中啊 由租金醫院是 他們的研究團隊啊 所做出來的 綠色的啊 他所顯示的啊 是所謂的資本利得 粉紅色的 他所顯示的是 薪資的所得 那他排去啊 從top ten 從top twenty top ten top five 一路往下 從這個pater的分佈啊 部長您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您看到了一個什麼樣的趨勢 所得越高的人 資本利得的share越高 他的佔比越高 所得越低的 薪資所得的佔比越高 大概我們 你用top ten啦 我們top one 百分之 前面百分之 好 我們當然 有各種比 那個 譬如說 租金醫院是做的 top one 大概他的 所得佔比是 全國所得的百分之十三十四啦 那如果就 資本利得 薪資所得的比重來 我們就我們的稅率 如果用 五分位的話 大概 鼓勵所得 資本利得 大概佔了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我想喔 從這邊啊 這個數字的分配啊 雖然 蠻符合我們一般人 所謂日常生活的常識啦 就是說 一般的人是用勞力去賺錢嘛 有錢的人是用錢去滾錢嘛 但是看到這樣子一個 分配pattern上面 如此巨大的差異啊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 心裡面還是會有很深的衝襲啊 這也會影響到政府在施政的時候啊 如果能夠進一步把事實的真相 很清楚的呈現給全國人民知道的話 對於我們上一次在這邊 我救教於張部長啊 要去處理 有關於我們在租稅公平上面 所產生可能的世代不正義啊 的問題 會有相當高的幫助 而這個跟我們今天所在討論的 所得分配 到底均不均啊 也有很實質的影響 部長您還記不記得啊 上一次我們在談到 以產政與稅的時候啊 您曾經說過 就在2008年2009年 那個時候所做的改革 您告訴我的是 這個是一個公平跟效率之間的互異 你還記得說 2009年1月的時候啊 也一樣啊 就是在這個複稅改革 你們所委託的專家學者 最後研究對於政策的建議內容是什麼 就是說 您是說今年還是以前 上一次在2009年1月 第一次就是你們當初 要把 那個是複改會 委託的 對 那個複改會的結論 你還 就以產政與稅的部分 你還記得是什麼嗎 呃 是要降稅率但是沒有到10%啦 他們那個時候的研究報告是 並不贊成的 10%的 那個時候計畫主持人 做了兩次的專案報告 複改會所有的學者專家 都支持報告裡面所提的 免稅的確是要提高沒有錯 但是最高邊際效率啊 只有小降 從50%大約降到35% 部長您知道 最後這樣子在與會的學者 他們所提出來專業的建議 最後為什麼會變10%嗎 那個決策的過程當然應該是 到最後當然不是在複改會決策啦 這我 據我了解 部長我知道您可能有一些話 不太方便在這邊講啦 那我大概引述一下齁 我很尊敬的朱敬義院院士 他在這一系列的檢討當中 他對於這件事情的回顧啊 他說 有一位行政院院長啊 最近寫了一本很難看的書 他在書中提到啊 當年把移證稅邊際稅率 從50%降到10% 是因為富人把錢留在國外的資金 處理成本 大約也就是10% 因此我們的稅率啊 如果降到10% 錢就一定回來 稅就一定課得到 朱彥氏啊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推理跟決策啊 他所下的結論啊 是這是一個思考短路 推理迷茫 決策草率 官僚霸道 踐踏專業 時機錯誤 疑惑台灣的爛政策 當時大力推動的大官的姓名 請大家務必要記得 您對於朱彥氏這樣子的評論啊 您有什麼看法 朱彥氏當時有參與復改會 他的一些看法 有他的道理 您知不知道Piccate來台灣的時候 張忠謀有跟他見面 張忠謀那個時候 對於移證稅的改革 他所表示的看法是什麼 我沒有印象他對特殊 對移證稅的看法 但是我 他那個時候在跟Piccate見面的時候 直言啊 It was a mistake 這是一個錯誤 這個是啊 我一樣啊 用貴 用 櫃部啊 裁稅資訊中心啊 所調出來的Data 綠色的坝 是遺產的總額 紅色的線 是科道的遺產稅 你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喔 我們這一個綠色的坝 遺產的總額 從2009年 4852億 2010年 5795億 一直跳到 2014年 6568億 是不斷的在增加 是 所實際科道的稅 所實際科道的稅 除了2010年 因為王永慶先生啊 的關係 以外 每年不斷的在下降 從2011年 224億 2012年 174億 2013年 151億 2014年 只剩下 129億 我們遺產稅所科道的稅額 不斷的在下降 這個是不是 當初改革的成果 是不是當初改革 所預期到的內容 包委員 當初改革 就剛剛您念到住院室裡面 一段文章 就有一段話 就是希望說 資金回來 那時候是金融海嘯 所以希望資金回來 投入 投入國內的投資 促進內息 大概這個 資金是不是有回來 回來以後 到底是來炒房 還是在投資 我們都可以再討論 就 就遺產稅的稅額 這件事情 我想 貴部不會提供我錯誤的表 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每年都在下降嗎 這個是有利於富人 還是有利於我們一般的人民 是 不好意思 主席我時間到了嗎 不好意思 那我今天就先到這裡 那我想今天我們未來 有關遺產 這與稅的改革 我們還會再繼續接續下去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剛剛